记者林毅如 台北报道柯佳燕 张淑豪 吴月晴 陈瑜主演OTT自制剧《如果爱》 重来 金曝光吻戏幕后花絮 两人剧中看似甜蜜 戏外却在底皮如何让嘴巴更臭 张淑豪先和柯佳燕呛声 还没吃大蒜 柯佳燕不示弱立刻回 我的臭豆腐也还没来啊 柯佳燕张淑豪有吻戏 两人比吃臭豆腐 吴月晴也有吻戏 图OTT娱乐提供张淑豪开始剥蒜头说 人生还没吃过大蒜跟演员接吻 这第一次就送给何咏 柯佳燕是遭柯佳燕白眼的张淑豪 还继续邀约 要不要一人一半蒜头 感情不会散 最后逼得柯佳燕回 那我要吃烤香肠 这样才有配 张淑豪还恶心地阐述 一接吻就开始互搅 让现场笑到不行 请继续往下阅读 柯佳燕 张淑豪在第一时空十分甜蜜 图OTT娱乐提供第二时空中 柯佳燕变成吴月晴女友 也有一场吻戏 结果天空不作美 一亲就下起暴雨 吴月晴笑说 其实那天是佳燕的杀青戏 很担心吻得不好拖累她 当时下暴雨很紧张 会害她不能顺利杀青 还好最后过关 问及两人拍摄吻戏心情 吴月晴回应 何琪琪拍吻戏绝对不能把她当作佳燕 内心不能有任何这个心情 不然很容易想到昆达哥 然后就会有无限罪恶感 哈哈哈哈 波浪服柯佳燕和吴月晴也有吻戏 图OTT娱乐提供 但吴月晴称赞柯佳燕眼睛很有电力 又一次在厨房 虽然没有真的接吻 但光是看着她的眼睛 内心就害羞到不行 即便是现在过了一段时间 看到播出还是觉得很美 吴月晴吻戏经验少 柯佳燕 那你就多揭拍一些 拿到剧本都先看有亲密戏才接 剧中拍摄柯佳燕 张书豪结婚戏 问及张书豪对于婚礼的想象 以前想象的婚礼是想小小的举行 婚礼饭店两三桌 邀请至亲好友就好 长大之后就要想到海岛国家 当然是小小的伴走温馨路线 可以邀请智友一起去玩 莱斯富洛克阿兹 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